大家好 歡迎來到翠遊講 玩翠遊的時間 好久沒再玩翠遊的時間 我們大家是主持人阿金 我是Ross 我是WCK 真的很久沒見到Ross 所以那些 schedule 都錯了 連個 run down 都錯了 連個名字都說錯了 那我們今天介紹什麼遊戲 阿金 你來 就是Stone Myer 近期非常熱門的 Hot Topic的Greenspan 我想今年年頭都說了這個遊戲 很多平遊戲的Reviewers 都說 是入眼Top 10 什麼 是啊 我們今天就試完了 你們在這裡試了 我在荷蘭那裡 荷蘭試 對 沒錯 那都即是馬上進去 因為美國是先出的 然後歐洲就是在 入到嗎 入到嗎 我入到 玩了 然後就試了 歐洲應該2月份開始到貨 然後就 藍得在這裡 我們都想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遊戲 怎樣看 那不如阿金你簡單講講 這個遊戲大概玩些什麼 好 這個遊戲是玩小鳥的 玩小鳥 就是你經常玩那些 OK 是以小鳥的一個叫 Build Engine 的遊戲來的 首先我們大概玩四回合 我們每回合大概有八個Action 但是每個回合就會少一個Action 對 放著小鳥 對 放著小鳥 對 那小鳥一定是要由第一行放進去 以及每個小鳥都有自己要住的地方 有些人喜歡住在樹上 對 住在森林 草草 有些人喜歡玩水 住在水邊 那樣的 那你發覺呢 越來越後 第一行放完之後 就可以放下一個Column 那下一個Column 是要放出蛋 才可以放進去 這樣呢 這是第一個Action 第一個Action 就是可以走這三個Action 其中一個 這個是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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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那 當Action 那時候 基本上一定是走沒有鵬的最左邊那一格 如果有鵬蓋住了 那一局的話 就會走鵬的鵬鵬 然後壹個個到 PVC 裸 如果有一隻歸 是觸法中的Tracker 的Action 之後才會完結 那即acaksın 衳 shin 就是由鸟到你 每一隻鸟都有獨特的不同的技術 例如抽卡、拿資料 或者輕輕地弄一下人 或者生蛋等的 engine building Icoin就是這樣玩 另外就是說 每一個人在開遊戲的時候 都會有兩個目標的 objective card 就會收起來 自己會選擇一張 然後就開始做 engine 也可以在玩的途中 有機會拿到更加多的 objective card 但是就會令到最後加分 最後算分的時候 首先會看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有些小鳥會有不同的分數 通常是勁技能的小鳥會少點分 弱技能的小鳥會多分 另外剛才說的 objective 那些 objective挺有趣的 比如說有多少鳥 你拿大鳥還是小鳥 大鳥就是我叮分 小鳥就是李丁分 這是每回合的 每回合的 另外就是他還有一個 objective card 不是 有一個board 有一個board 在裡面 在那邊沒有拿出來 那就是有一個目標的 card 就是說每一回合 他都會 random 做一些不同的 target 比如說這一回合 這一回合 大家最多彈的就是拿三分 然後第二回合 這回合最多是在水裡玩的 有多少分 這樣 就叫做 random 對 就叫做讓這遊戲 每次都會有不同的電波 大概這遊戲就是這樣 大概這裡寫 四十至七十分鐘 一至五個人 我覺得都差不多 其實基本上我們 我就自己 兩個人玩 我一個小時一定可以 你們如果四個 game 四至五個 game 熟 其實我覺得兩個小時都可以 我分享過半 可以嗎 不計較 不計較 一個多小時 一個多小時就可以了 我都玩熟了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一個小時內 為什麼會這麼密集 還是這樣 甚至有這麼多 variances 就等一會再說 Katiu 你有沒有補充 沒有 你基本上都介紹了 因為這遊戲真的不是這麼複雜 真的不簡單 好 講完怎麼玩 當然要講一下玩的感受 Ross先說 你最遠 你最遠 又你先說 最遠 Supervisual OK 好 剛才講到 為何確定了 這遊戲一定是一個多小時的 其實 因為它的鳥 雖然整個搭搭都不同 每張卡的公仔都不同 但是你會發現 除了它的paying 給它進場的cost 和住的地形不同之外 基本上 一隻隻鳥的功能 其實你管它 可能只有幾種 不會變化得太大 變相 其實你只要了解到 那隻鳥會做什麼 基本上 除了一隻鳥 認了一隻鳥 其實你認到Beauty 其實你也有幾種 其實你要控制的東西 不是真的這麼大變化 變相 對我來說 感覺玩的遊戲 其實 我可以說 有一點雷聲大 雨點少 是嗎 是的 就是很厲害 你終於對 是不是 他每次講這個都錯 為什麼 雷聲少 雨點大 對 之前子女都做到 大聲雷雨點的事 對 對 你這次對 恭喜你 其實 玩下去 很多很好玩的地方 其實我看起來 都是一個 engine building的遊戲 而且 遊戲的interaction 真的非常之少 唯一可以 跟人的interaction 就是 可能有少量搞到 人的雀 而且有些 每鄉每兵 大家爭 定分 對 但是他又搞笑在 他定分有A和B 每一回合 一個是 只要齊套就定分 一個就鬥多 對 變相 如果你選擇了另一邊 也是自己做自己的東西 就是東西 所以就變相 不是有什麼特別的驚喜 不是不好玩 不過又不是很驚喜 我帶一個懶紫色給大家聽 其實這個遊戲 就不是Stormar的老闆做的 我們知道有幾個是 這個是一個新進的 新的女設計師 是女設計師 是女設計師 女來的 先教授一下 是女來的 Elisabeth 好像挺漂亮 這個我就不知道 但我覺得 我不是說歧視男女 純粹是懶紫色給大家 你忍起了我知識 對知識的衝動 你繼續 其實我想說 其實這個遊戲 我會用什麼角度去看呢 我覺得這個遊戲 其實是一個 入門的遊戲 對 入門的位置是在於什麼呢 入門的位置 就是在於 它的component 和那個film 是非常接觸到 一些新手 或者是沒有開球遊戲 的人去玩的 再加上 本身 它的film 如果 它的game mechanism 是一個都叫有趣的 Manager 就是NG building的Manager 正經的 所以 所以 也都可以讓新手 享受到 所謂的blog game 裡面的一個 快感 咦 似乎女設計師的樣子已經出來了 哇 OK 可惜 不是 我覺得 剛剛阿金的評論很中肯 好 繼續 我想說 剛才阿金的角度 就是覺得 這遊戲好像過錢 或者是可能 interaction不夠高 但是如果大家 將這個遊戲 和例如很出名的 Andy Vida Game 那類去比 老實說 真的比不上 但是你說它 新手 用這樣的film 用這樣的component 去包裝到 一個很容易入口的遊戲 我覺得這方面 它做得非常成功 再加上 這個遊戲 是不是很無聊呢 通常有這麼漂亮的人 通常這個遊戲很無聊 玩來玩 就不想玩 人們覺得Blog game 不是 這遊戲玩下去是覺得很過癮 大家會在那裏 看卡 大家會考慮一下 大家會想一下 引起新手 所以我覺得這個遊戲 是太solo 我認同的 我認同 但是這個 一定有solo 不solo 這個其實就是 它們的底部 其實是 Europe side 所以它其實就是想 提供一些 提供一些 那些沒有想 那些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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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太厲害 那些 那些 新手就可以玩 我覺得是這樣的 好啊 我呢 我就覺得 我覺得就是 我心裡 現在你們兩個 我只是覺得 就是說 我不可以隨便 變得很悶 不是 我覺得 第一 我想要說一點 就是 它的製造價值 是超高的 我覺得它這次 又再將這件事 又再推高了一格 就是 我覺得有時候 對於新手來說 這些東西 就是令我覺得 原來Bot Gaming 是一件這麼漂亮的事情 是 原來是一件 原來變成一件 精品樣的事情 而是玩得的話 其實對於去吸引新手 或者去對於 沒有接觸Bot Gaming 整件事好像 HIGH CLASS了 你明白嗎 真的 認真 你們這些說明書 你們都看不到 但是全部是用這些 我不會說 畫紙 那種是有質感的 我自己還沒有拿過 它本身用水彩 用水彩 是用水彩 用水彩 是用木顏色 設計也不一樣 也都有調查 在哪裏 的設計 雖然有學名 有學名 有在那裏 在哪裏 你留意這件事 它這次是美洲 它的延伸就是歐洲獎 以及亞洲獎 只有美洲獎 只是美洲而已 那考個問題,企鵝算不算獎? 什麼? 你說什麼? 企鵝算不算獎? 企鵝算不算獎? 可能有special promo card是南極 企鵝不是出來的 我就知道這種東西 完全都是 什麼? 企鵝類動物 企鵝類動物 所以呢 搞像山伴的 但是有Wings的 Wings伴 對了 對了 所以你遲些還出了一個特別的波子 他叫Jazz Band 出了飛機一扮 雖然你說的film可以說是硬加上去 但是其實呢 他是把很多東西 放進去 蛋的位置 我覺得有點奇怪 但是你看到呢 蛋啊 component那些 全部都齊了 你真的要罵呢 不是哦 這個我要罵哦 這個東西呢 紫禿筋來的 什麼? 不是這樣的 為什麼? 因為他會出upgrade 他會出upgrade pack 是不是? 這個真的要罵 還有這個Dice Tower 是真的組裝出來 這個不是我另外加的 你知道我們很喜歡另外加的東西 但是這部不是 真的哦 就這樣 就能可以 你看 有了什麼 其實整件事很無聊的 那個顏色 純粹是 random 將整個 就是Bird House 但是還要整個 整個Bird House 我覺得整件事呢 是將一個 就是新手入門 我覺得將整個board game 這件事呢 變了high-class了一些 game pace-wise 當然 我覺得 如果你講的我們這些玩的 那麼久的game 你真的好像差一點 反過來我覺得 如果不是那些reviewer呢 一開波吹到那麼大 的話呢 我們未必會 那種那種的失落感呢 未必會在 所以我們現在出發小一點了 我真的反過來 你如果沒有 expectation 什麼都沒有 預計打開一盒game 你會覺得 嘩 這麼漂亮的? 不是吧 是不是? 你肚餓一半就吃了 吃了一半 是啊 而且也不算貴 其實它和正常的board 所以它漂亮這麼多 但是它正常board game的價錢 起碼高了一個grade 我覺得這件事 真的是值得賺了 Gameplay那些東西 你先講的 不要有預期的太多 就是它 不過不殺 而不殺 Andru Mullion Game 你就去不到Racer Game 一定去不到 但是這些 Andru Mullion Game 這種中低的入門 可以玩到少少的東西 我就覺得OK 我其實是好評的 只不過是被reviewer害了 害了我們心裏的那種想法 好 你們三個講完了 我基本上沒什麼要補充 我們可以完了 其實有個不解之謎 就是為什麼 這個遊戲未出 就會出現剛才說的雷星大雨點小 又或者為什麼這個遊戲 一出就賣到斷了事 我們說到又不是很差 又不是很好 為什麼賣到斷了事 周圍都一片唱好 這個問題我們就不在這個review 我們就賣個關子 接下來我們就會有一集 都不知道這個review還是那一集 我們有一集BG Talk 就專門講 這間廠 到時候你可以看一看 再了解多一點 我要補充一點 例記 Stormar Game 通常第一次 我們都差不多給一個不過不失的評語 但一進去expansion 就會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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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expansion 怎樣可以令到它扭轉 企鑼expansion 還有飛機expansion 他說明他正在做的 就是expansion 即是expansion 實會 他跟那些小說的 Stormar 那些人 E-mail ambassador已經說了 他應該是 在PETEST 即是內地的中文版 已經有了中國穿的泡布 真的 是啊 學頂的 啊?鳳王嗎? 什麼單頂學 阿金給我 還有最後一題 其實就是說 其實這一間廠 他選擇 Theme 真的有了手 你想一想 有什麼board game 你這裡有這麼多board game 有哪些board game 是玩的 是沒有的 即是他們的擅長 是 反掌你玩開 其他不是board game 哈哈 那些不是board game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也值得加他 可能也是 一個特別的 Theme 這麼高的 Production Value 新手入門 然後 也叫 Player 也不至於 很不喜歡玩 或者很低 B 我覺得 OK 即是我們都會推介給 新手入門 也可以給老手 跟新手一起玩的一隻 Game 絕對不是一個很簡單的遊戲 不是簡單 不是低 B Game 不是 新手入門都高一格 是的 高一格 好啦 那今天這一集 就講到這裡 記得密切留意 BG Talk 不知道哪一集出 總之就要看 看完那一集 看完那一集就要看那一集 是的 沒錯 謝謝 拜拜 拜拜